ETC会被淘汰吗? 高速公路收费即将变天 车牌富将挑战ETC地位 自从国家推出ETC后 许多的车主都会第一时间 跑到当地相关部门去办理 因为只要办理了这一个项目 那就再也不用担心 在收费站会出现堵车的现象了 在这一个功能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只要等到节假日又或者是周末的时候 人工通道这里永远是堵车 所以ETC的出现 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最近来看的话 网上一直有一种说法 说ETC很有可能会被淘汰掉 甚至还有人预测 在未来车牌富或许会全面取代ETC 在现代交通里边的地位 那事实真的如此吗? 随着车牌富上线后 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 那就是车主跑去办理车牌富抛弃ETC 因为车牌富相对ETC来说 它的速度会更加的占据优势一些 这也引起了许多网友的好奇 莫非说再过几年的话 ETC就会直接消失吗? 其实针对这一方面 大家没有必要太过于担心 因为ETC和车牌富 它们压根就不是竞争的关系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它们之间的摆车 在ETC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人们使用的都是人工的办法 但是这样做效率是非常低的 如果有急事的话非常耽误 而ETC出现后就完全不一样了 它直接解决了人工收费慢的情况 人们在出高速 又或者是进入高速的的时候 再也不要找人工了 并且车主的身上 也不需要随时准备现金了 ETC的出现让我国高速公路 收费的时间大大的降低 同时也减少了失误的现象出现 ETC最早出现在2010年 在2017年的时候 它的发展已经变得相当的成熟了 ETC之所以短短几年的时间 就会被大家给接受 首先就是安全 环保 其次就是它的效率非常的低 只不过最近这些年来看的话 ETC的发展却变得越来越不乐观了 对于这样的情况 是许多人都没有料想到的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 在2019年的时候 全国中小型汽车突破了将近三亿辆 但只有七千多万人办理了ETC 看到这样的情况 国家也做了一系列的方案 许多办理ETC的车主 他们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费用 可以降低5% 同时还完善了差异化收费的政策 这样做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多的去办理ETC 甚至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形式优惠 比如说礼品兑换 还有权益专享国家 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 确保在2019年的时候 ETC使用率达到90% 但尽管国家一波操作猛如虎 愿意接受ETC的人数量还是越来越少了 有一些车主压根就不买单 那为什么不买单呢 莫非是说这些车主 硬是要见一下收费占漂亮的小姐姐吗 其实并不是如此 而是有许多心烦的问题 人们压根就没有解决 首先就是在办理ETC的时候 相当的麻烦 还有一些地方是有区域限制的 有一些银行甚至还会让车主缴纳保障金 就拿北京地区来说 他们怕这些车主缴付不起这一个费用 所以就必须要他们把保证金留在银行卡里 除此之外的话 这些安装了ETC的车主 他们必须得确保自己的ETC到达某一个年限 才能把设备费给退回来 如果没有使用这么久的话 收取的违约费也并不便宜 并且ETC在日常使用的过程中 也有许多的问题 出现最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盗刷 现在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达 许多人也把目标放在了ETC身上 就在前段时间 还有一名女子表示 自己的ETC信用卡 突然就被刷了5000多元 这是自己完全就没有料想得到的 虽然说受害的群众并不是很多 但这样做也导致人心惶惶 生怕有一天自己也扣了这个钱 这笔钱一旦扣出去 想要重新追回的话 难度是非常大的 除此之外 机器有时候还会出现故障 而且就在ETC发展最困难的时候 又有一个车牌付出现了 这时候可能有许多朋友好奇 车牌付究竟是什么 简单一点来说 就是用户把车牌号和自己的支付宝 进行绑定 这样在进高速和出高速的时候 通过车牌进行识别 就可以缴费了 这样既不需要使用手机 也不需要使用线系统 会自动从支付宝里边 进行扣款使用 这一种方式的话 整个通行时间只需要5秒钟 效率相当的快 在2018年的时候 河南省就已经实现这一种办法了 后来许多的省份也开始模仿 这样能够让车主在出行的时候 变得更加的方便 除此之外 这一个功能在使用的时候 它还具备免费申请的功能 并且还不需要去进行安装 只需要车主在使用的时候 将自己的车牌号和支付宝 进行绑定就可以了 并且在绑定的时候 顺便把免密支付的权限给打开 这样就不用担心 到时候会出现效率了 同时也没有必要 在高速公路上 特意停留一段时间 当这一个系统上线之后 许多人才真实地感受到 什么叫做快速通行 现在来看的话 我国许多省份 都已经开始使用这一种办法了 他们节省的速度是相当快的 同时也让我们能够见识到 这一种系统 它的便利性究竟有多强 但现在来看的话 它并不是百利而无一臂的 它也同样存在一些问题 最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它的准确率并不是很高 比如说在冬天的时候 如果受到风雪覆盖的影响 那么车牌号压根就看不清 车主还需要下车 把车牌号全部擦干净才可以 而且在一些天气不好的情况下 还会有一些泥浆包裹在上面 这就导致情况变得相当的麻烦了 并且有时候辨别真实性 还会出现问题 有一些人会利用高速收费站进行逃避 有一些人还特意会把自己的车牌给阻挡起来 又或者是通过假牌照的方式 这样的话 它的真实性压根就得不到保障 有时候人还在家里边坐着 结果支付宝就随便扣费了 这也让许多人难以接受 并且还有一种车牌 它们并不是挂在前面和后面的 有一些车牌 它们藏得十分的隐蔽 比如说法拉利 这一种车牌挂上去的话 会影响它的美观 并且如果说遇到同样的号码牌 就应该怎样去辨别呢 有时候莫名其妙躺在家里 就被扣了几百元 不管是谁遇到这样的情况 估计心里都不会难受 看到这里 可能有朋友心里想 那就不许用车牌付 直接使用ETC 不就可以了吗 现在来看的话 它们两者处于互补的阶段 不过更多的人 还是更愿意去使用ETC 因为使用ETC的话 能够变得更加的方便 同时 人们还采用了许多的方案 构建出一个庞大的系统 这样也可以知道很多的功能 ETC在未来几年里 它是绝对不会被全面替代 因为国家对它的重视程度 也非常的高 它也有着许多的发展空间 这样也能够为我国的交通发展 起到更大的作用 当这两种方式频繁出现的时候 也会给人工带来很大的影响 有一些人甚至还会面临失业的情况 因为收费站不需要人 他们的工作岗位自然就被撤下来了 针对这一种现象 也有一些网友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那就是不要取消人工智能 因为有一些人 他们是不相信ETC的 在这一些人眼中 如果使用ETC的话 会更加的麻烦 担心自己会被受骗 如果是你的话 你愿意使用ETC 还是走人工通道